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干什么呢 大姐 什么事 请指示 你跑到山里干什么去 你受气小媳妇啊 我最讨厌看悲剧了 你就非要严格我看是不是 苦什么呀 苦那是你说的 你都不知道我太主要日子多好过 白茫茫一片 北国风光 但也出现让我免费旅游多好的事情 这种风景是你们城里人体会不到的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先干活 晚上我还要去农家乐呢 不 你 你这人挺没意思的嘛 那么大冷天 你不在饭店里面 好好看着饭店到这儿来干什么 精致文明健身啊 这就是你说的北国风光啊 这就是你说的农家乐呀 你就是这么乐的 不是 那么冷的天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你赶紧回去吧 回去赚你的钱 饭店没人管了 你干吗 跟我回家 我不回去 我这是工作 你少跟我说工作啊 你们黄所长都说了 是你自己突然犯精神病 跑到这儿来 果公 我告诉你 越是这种时候 你越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风风光光的 是 我们虽然输了人 但我们不能输了心 不能输了精神 我们不能被那个坏女人打趴下 我从来没有被打趴下 我一直站得好好的呢 是你说我趴下来 一直是你在说 姐 你妹妹我不傻啊 我也是个有追求的人 你说我为什么来山里啊 我是想当三八红旗手啊 想做智研究员 跟你学习 当女强人 永远工作第一 事业第一 别人不是说了吗 女人因为优秀而公 你也经常教育我 靠人不如靠姐 我现在听你的话呀 我就是努力把自己这座靠山 对得跟扎实一点 还有你不知道的 就我以前不知很多毛病吗 心跳加速 颈椎炎 脊椎炎 到了山里之后 全好了 你看 到了这儿 不花钱 毛病都好了 多好的事啊 最重要是这里 内心 宛若新生啊 恭喜我冯果果爸 哈哈 你还是内外兼修吧 好嘞 那你记得下次来的时候 给我带点更高级的东西 比如面膜呀 金黄液啊 我是不会放弃我自己的 我的皮肤也要像 波罗壳的鸡蛋一样有弹性 很像波罗壳的鸡蛋皮 姐 这些东西啊 都是乡亲们送的 我都给你装好了 分了三代 红枣是给你的 黄豆是给小米的 那个大米是给爸爸的 你别弄错了啊 好 回去一定问大家好 跟他们说我没事 别担心我 我挺好的 那个 手机要随时保持通常啊 你要是换了别的地方 一定要通知我 我知道了 我还等着你给我带卫文品呢 我是个有追求的人 臭头型 走吧走吧 赶紧 好 那注意身体啊 小心高跟鞋啊 好 好 好 刚跟你签完协议 我就消失了这么多天 不过这些天 我倒是做了一些餐厅改进的设想 到时候整理一下发给你 还有 我带回了一个新菜 叫做三套龟 特别适合寿宴 我让厨师磨合一下 然后就可以试菜了 你看你 还没做完就滔滔不绝 我就是听说 这一家菜做得不错 想让你尝一尝 我是听你汇报工作的 我不说过了吗 我只是入股不参政 你紧张什么 我没紧张 我只是对股东负责呀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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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的品质一般 不过它这个调味料用得很特别 好像是东南亚的调味料 口味鲜咸 应该是宁波菜的做法吧 这家店就是凭着这个特点 和病毒式的宣传 半年的时间去开了六家分店 我听说还吸引了一笔海外资金呢 真看不出来 其实啊 凭借着这个冯家菜的特色 还有你的管理能力 原来胜过它们 就单凭好一样 就低得过它们这些菜的总和 老师 其实 我不是没有过开分店的想法 只不过在这些方面 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而且现在 随随便便开一个中型店 怎么也得几百万 虽然有你的投资 但是我也不能拿你的钱 搭给打水票 那你打算怎么用我这笔投资啊 放在银行胜利息啊 我 达米娅 我当初给你投资就是看中你 切而不舍不服输的精神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介入 影响了你的思路 至于经验嘛 你想要的我都有 我有个建议 分店可以以两种形式开的 一种是复制 另外一种是提高 我个人建议是后者 周氏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我是一个急性子 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一个比我更急的 商机啊 烧动济世啊 仍目得咱们漫条斯里的 你说吧 干还是不干 干 下面老师要表扬的小朋友是杨阳 杨阳是我们班最乐呵的小朋友 大家都很喜欢他 对不对 对 杨阳遇到问题 总是可以有条不紊的解决 不急不脑 下面我们就请孙杨阳的爸爸孙勇 来给我们说一说 怎么培养出杨阳这种性格的 好不好 好 好 不瞒大家 我事先还真是做了点功课 但是电脑 电脑坏了 所以就全没了 我就随便讲一点 跟各位家长咱们互相交流一下 我来北京这么多年 第一次进四合院 真好 跟哪儿的建筑都不一样 这才是北京的 哈 我也写四合院 站在这儿 会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这是再好的公寓 也不能给我们的 今天看到这个院子 让我又有斗志了 我一定要好好赚钱 买一个这样的院子 这样我们一家人 就又能住在一起 德明 这个院子 如果你满意的话 就租下来得了 一个月三十万 太贵了 我们去看看别人 走走 这种规模的院子 价格不会相差很大 关键是你喜欢 要是装修资金不够的话 我可以借给你啊 谢谢你 谢我什么 帮你就帮我自己嘛 我希望你的餐馆赚钱 赚很多钱 因为我是股东了 我会尽快地让我的助手 把周氏的管理手册给你 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另外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派人到周氏 我负责背信 你真了不起 你一个大男人 肯下功夫研究育儿 就是那个 比较闲 所以那就多看过书 书看的人多 学到的人少 学到又那么孩子 教育得那么出色的人 更少 别说书 说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孙大哥 我有个想法 可能有点唐突 没关系 你尽管说 您愿意来我们幼儿园当辅导员吗 辅导员 我呀 我知道您以前是处长 现在让您来幼儿园当一个辅导员 实在太委屈您了 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我一个大男人到幼儿园当辅导员 这 教育专家说了 幼儿园如果只有女老师的话 对孩子的情感发育 和体能发育都有负面影响 我们幼儿园 一直都想招一个男老师 可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 您有经验 又那么爱孩子 学历背景 家庭背景都不错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带您去见园长 我 对对对 我回家跟我爱人商量一下 我再告诉你今儿 好吧 你可真是个好丈夫 淮香菜分八百名业 名气最大的就是开国的鱼业 最好操作的就是 板桥业和少女业 这三种呢 周氏下出几酒店都会做 最有点过的就是红龙业 但是红龙业在北京城内 会做的也不少 其实你昨天一提 我就知道 你想请我爸爸再出山 重新做乾隆南巡宴 乾隆南巡宴已经失传很久了 既无所知 在南风现在有很多的饭店 都打出了南巡宴的招牌 我都尝过 但是不及冯师傅的手艺一半 什么味道火候啊用料啊 更是混沌一团 要是当年 乾隆爷爷吃这些东西啊 恐怕就不会留下江南 其实 我也希望南巡宴能够在我手里重生 说得冠冕堂皇一些 能够推动淮阳赛的发展 说得实际一些 我们能用它挣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的钱 我再想想办法吧 反正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三头燕我们是做得炉火真轻的 拿出来顶上应该也不差 要是冯师傅高兴 自然会把菜谱给你 硬要的话 恐怕伤了感情 我知道 你注重家人 这点我很欣赏 要是为了这个 让家里人闹得不开心 那就得不偿失了 有大闪风呗 你把我给你拿 你拿着我 来 拿着刀子 来啊 给点 你来的 太可怕了 哎呀 宝贝 有信心 也要帮你拿 来呀 他给了他 要把人拿着刀子 他得罪了 快走 你 走 走 这个管子回头交给你主管 不是 怎么说了最后 你的理想交到我手里了 哎 我的不就是你的 你的不就是我的 你跟我分什么你我啊 我 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 把你的能量发挥到极致 现在老周愿意帮我们 培训管理人才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我也想好了 我们的店越高端 老公 对你就越有利 你在局里干了这么多年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为人处事 你想想 我们这个店开起来 加上你的为人处事 一定会门庭若市 老公 发挥你的能量 实现你的理想的时候 断了 大名 大名 咱俩说的这个自我价值吧 有点差了 没差 差了 没有啊 你看啊 今天我去洋洋幼儿园啊 交流这个育儿经验 那园里那个领导啊 觉得我的教育领埃特别的好 希望聘请我当辅导员 服什么 辅导员 带什么 培养 小王 老公啊 好 我觉得像这样的灯笼 可以再多加 我们摆一排 大名 大名 然后 哎 这个对联也好 但是我觉得可以重新写一个 重新做一个 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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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啊 我发现我更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 你没发现培养一批 有个性 有独立思考的孩子 得挣多少钱都有意义吗 而且你知道吗 我在园里 跟那些老师和家长的交流 我得到他们的尊重 大名 这和不管心里多不高兴 都得笑点相迎的服务行业 完全不一样 成就感 这是我来北京之后 第一次感到成就感 没有成就感 是因为你天天宅在家里头 什么也不干 受不受到别人的尊重 跟你干什么有什么关系 那是跟你的态度 和你的个人魅力 有直接关系的 这都没搞懂 还去辅导 抚谁谁倒 也就是那个破幼儿园 能看上你这个糊涂蛋 妈妈 你说幼儿园有什么蛋呢 妈妈没有说什么蛋 妈妈是说明天早上 给你做牢躁蛋 好不好 就玩去吧 爸爸 你是为了英雄而在 我支持你 小兔崽子你 瞧见没有 孩子都让你带坏了 这就是让你给扶倒的 老公 你是个男人 你看看人家周禄 人家也是男人 你就不能像他一样 有点担当 有点责任 大迷 我尊重你的理想 是吧 六年前你要来北京 我即使是再不舍 我也给你收拾行李 你现在开这么大的馆子 是吧 我再有顾虑 我也没有反对 我愿意为你做好后勤 照顾好家里头杨阳 对 你说得没错 这个人的成就感呢 它不在于挣多少钱 与什么职业有关系 大明 这是我非常认真才做的决定 这不仅是一份工作 对于我 对于你 还对于杨阳这个家里边 有特别大的意义 大明 这是我的个人梦想 希望你能够稍微地尊重一下 好吧 明天你去周氏培训 围棄半年 好 你不试一下子 知道自己不行呢 对吧 老公 走 我们回店里试菜去 走走走走 儿子呢 我 我的弟兄 杨阳 快快快快快 杨阳 杨阳 来 来 去了以后啊 虚心一点机灵一点 在人家那儿 不比在自己家的店 人家肯定先解决自己的事 然后才顾得上你 别挑人家的态度 啊 啊 这个 大明 我肚子还是有点疼 我再去趟厕所 好 懒于上磨啊你 来 拉干净了 好像是差不多吧 到那儿以后啊 多看人家的管理 那种会所 跟咱们的餐馆不一样 你的客人都是高端人群 非富即贵 那都是金字塔价 大明 肚子还是不是 我还是在去的啊 你给我回来 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故意在讽刺我 说话像放屁 我一说话你就有使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不许去 换衣服 人又三级 你这侵犯人权了 你这 你还跟我讲人权 你给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因为拉肚子 还是想躲着不去周氏 我是真拉肚子 没你这样的 不对不对不对 昨天咱们所有人都在冯家吃的菜 我们都没事 怎么就你拉肚子 是不是你自己偷着吃了什么血药啊 我的姑奶奶呀 你能不能让我痛痛快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就这么点空间了 你放过我行不行啊 真的啊 我就是不想让你解决 我就是要把事情弄清楚 冯家菜的名声刚刚好起来 你怎么吃了冯家菜你就拉肚子呢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不知道又怎么黑我呢 你满脑子 除了冯家菜就没别的了是不是 我我尝尽软行不行 我着凉了行不行啊 不行 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以后 才能让你去上厕所 我 快快你先接电话你先接电话 我在这儿你接不好电话了 你放我走吧 爸 爸 妈妈 行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别着急 好好好 爸 准备好了 今天比我慢 爸爸呢 爸爸生病了 一会儿妈妈带你去幼儿园 爸爸不舒服 我在这家照顾他 这个比生幼儿园重要 嗯 可是又让你找着不去幼儿园的理由了 跟你爸爸一样 行 让你在家里好好看着爸爸啊 嗯 老公啊 我得去店里了啊 那边有事 还有 药我给你放到床头了 记着吃 杨阳不去幼儿园了 他要在家陪你 儿子 记得那个药让爸爸吃了 要是吃药还不好 去给120打电话 让医生叔叔给他打针 好不好 妈妈走了啊 爸爸 妈妈走了 爸 爸 这么啦 爸爸装得太像了 导致身体啊 以为真的出问题了 所以 杨阳 以后绝对不可以说假话 知道了 对不起 我问一下 请问哪位是星星班的苏老师 我就是 您是 我是孙杨的妈妈 您好 我是杨阳的班主任苏迪 您好 您好 以前都是孙杨阳的爸爸接送 没见过您 对 杨阳的爸爸今天又病了 杨阳在家里陪他 所以我过来请个假 孙大哥生病了 什么病啊 严不严重 一言难尽 他身体特别的不好 什么工作都做不了 所以 他们单位给他放了长假 就是为了让他歇病假的 可是 歇也没有多大作用 其实 我们家杨阳自尊心强 别在孩子面前提起他爸爸的病啊 苏老师 我走了啊 再见 杨阳 妈妈 孙大哥到底什么病啊 这么严重 现在歇醒精神病 来来来 快进来 这么早过来 吃早饭了吗 吃过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豆子他又怎么了 不是不是 是我想问问你 这儿缺不缺人手 你有人要推荐啊 那巧了 我这儿还真缺人 不过你得跟你的朋友说 说好了啊 我这边的要求比别的地儿高 而且 工作时间也会挺长的 但是工资 跟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你可以告诉他 只要他干得好 会有很完善的进气制度等着他 不是别人 是我 是你 毛毛 你可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豆子吗 跟豆子没关系 毛毛 你是正牌大学毕业的 成绩又那么好 我怎么能拉着你干餐饮啊 再说 这一行又那么辛苦 你爸爸妈妈对你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我要是收留了你 我估计你爸爸妈妈连夜得坐火车赶来跟我打架 不会的 大姐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跟他们没有关系 没关系也不行 你要是愿意来玩我欢迎 你要是来工作 绝对不行 大米姐 真的不会的 我肯定能把他们摆平 要不这样 我要摆不平 你把我炒了 大米姐 其实 我就是特别喜欢干餐饮 你看 上次你请我吃饭 一盘扬粥炒饭有那么多讲究 我觉得特别有文化 特别有意思 而且 其实 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市场并不好 有个北大毕业生还回家卖猪肉呢 更何况 我就是一个二本 像我这样的 顶多就是到一个小公司当个职员 一句说那样 我不如干点自己喜欢的 我跟豆子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知道 他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 所以大米姐 我以人格保证 我绝对不纠缠豆子 说话算话 我没想那些 说起心里话 我真巴不得你能把豆子抢回来 我只是在想 我应该让你做点什么 会计 出纳 领班 服务员 我觉得 从最基本的做起最好 而且 我上大学的时候 在快餐店打过工 这个我熟 那你还坐着干什么 不赶紧到前面去摆盘子 谢谢大米姐 谁让我就喜欢你这股子倔劲呢 老板一般不能跟员工讨近乎 好 收到DNA检验报告了吧 别问不了别人吧 我告诉你 不可能 孩子是我现在唯一的筹码 我告诉你啊 给我五百万我就把那孩子给做掉 要不然的话我立马就去找你老婆 大不了于死网破 行 你知道我卡号的 你先给我打四百万 等我去医院录完了视频给你 你再给我打剩下的每一百万 我告诉你 就给你半天的时间筹钱 听好了吗 半天时间 就这样 拜拜 好 喂 豆子 我想你 不是 冯冯 你这样才上哪去 来 昨天我跟园长汇报了一下 园长说辅导员这个职位 暂时不招了 对不起啊 孙大哥 真的对不起 都怪我多嘴 没关系 至少你让我知道了我的价值所在 还是要谢谢你啊 孙大哥 还有什么事呢 我有个朋友 没有 她父亲是精神病权威 你如果有需要 我可以把她介绍给你 精神病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也是纠结了好久 才下决定跟你说的 我知道这是你的隐私 我不方便提 但是 为了杨阳 你还是应该尝试治疗 我知道 现在有很多高科技手段 对这种病是很有疗效的 不是 是哪种病啊 就是你得的那种病 我 我得哪种病啊 孙大哥 我都知道了 我真是奇怪了 你都知道什么了 我就早上起来拉两回肚子 不是 这怎么和精神病权威 还是不高科技手段扯上关系了 我就吃两片还联素就没事了 还 还为了杨阳 我这病不传染 孙大哥 间歇性精神病对孩子影响很大 谁精神病 你 你看我像精神病吗 你看你看我像我像我像吗 孙大哥 你冷静啊 不是 这 这很多孩子 你别把他们吓坏了 不是 苏弟 我怎么说你才明白 你这样打电话问问你哥 你问问你哥呀 我在单位十几年啊 看看我有没有精神病案底 还有 让他问问我 我那些那个邻居 在街里街坊的 我四十来年 不不间歇发过几次啊 那 你病修来北京 我办的是病腿 那也不是精神病啊 我在局里把我那些同事 都当兄弟姐妹一样看待 结果有人在背后 这个检举我说以权谋职 我一听我就寒心了 所以我办个手续 到这个北京来帮杨阳他妈开店 杨阳 我有精神病这个谣言 是杨阳他妈跟你说的 哎呀 那 我 杨阳 哎 孙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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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冷静 为了杨阳也要冷静 我是不是脱嘴了 哎 萌萌 你是不是从看见我第一眼 就喜欢上我了 我就知道了 从酒吧你第一次遇见我 到后来到店里来找我 再从不计报仇的帮我 到 不告而别的失踪 你你 你把我牢牢地抓在了你的手心里 哎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幸福啊 啊 是不是就跟做梦似的 女人 萌萌 你是真正的女人 那你以前谈的都是爷们 不 不是 那也不至于 只是 太幼稚 太固执 太 想什么呢你 没想什么 那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带我去借一借你那个卖鸭子的大姐 什么叫卖鸭子的呀 我姐那是开饭店的 是大老板 她忙 不过你要是想见 那必须得见 是不是 多大点事啊 哎 你你赶紧穿上衣服 让她请你吃饭去啊 走走走走 真的 真的 走 我姐这人吧 怎么说呢 你别当她是我姐 你当她是我妈 就比较好理解了 不是吧 不不不 一点都不老 还挺年轻的 就是她 她对我的那个 这个态度还有她那劲儿 啊 吐了唠叨 吐了啰啰啰 什么 哎呀也不是 那个 那 反正她说话特直啊 你待会儿要是不愿意听了 你就低头吃饭 我来对付她啊 小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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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大姐呢 去周氏了 周氏 现在是我们冯家菜的合作伙伴 我姐刚开始都不愿意搭理她 后来那老板飞上杆子要来投资 走走走带我们去包姜 没包姜 没有了 对 不是那你赶紧给我腾一天出来啊 说邵东姐回来了 这事儿啊 你得跟大米姐说去 来来来 我们坐这儿啊 其实这个呀 才是我们冯家菜最好的位置呢 这儿常年给我留着呢 方便我吃饭的时候可以晒晒太阳 看看街景什么的 坐坐坐 别客气啊 服务员 服务员 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呢 两位吃点什么吗 小贾 贾连班有事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小贾 又怎么 她不行 赶紧给我换个服务员 是大明星安排毛毛负责这儿几张桌子的 我没全力换 不是 什么情况啊 我是客人行不行 我还没全力换服务员了 我投诉她行不行 不是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恶劣啊 你说你不去找工作 赖在我们冯家菜干什么呀 先生您还是点菜吧 那位小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你装什么呀你 我们家新推出了几样招牌菜 您看一下吗 你有病是吧 我没病 我接受过体检 我们家服务员都接受过体检 您放心用餐 我有病行了吧 有病医院看去 我们这是餐厅 走萌萌 咱换家店吃 别啊 这儿不是你们家开的 这位小姐 我们家店新推出了化媒猪手 和竹排银鱼 都非常适合女孩子 滋补又养颜 行啊 好 吃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两道菜之外啊 菜谱上面前三页的特色菜 你一样给我来一道 你再给我来一筐大闸蟹 你就站着给我帮 好 酒水您还需要吗 马蒂尼 您点的大闸蟹是良性的 所以我建议您点一点温性的饮品 像这位女士可以用姜茶 您可以来点花雕 马蒂尼 我就喝马蒂尼 行不行 我马上给你买 不是 你走了之后 谁来伺候我的呀 我让同事去给您买 那多不好啊 是不是 你说这大中午这么忙 你不能让那些有能力的同事 为了你的无能买单 对不对 您等两分钟 立刻回来 先生您要的酒 马蒂尼 不是 你玩我呢是吧 我陪我女朋友吃饭的 我没空陪你玩 得了 你们俩调够情了没有啊 要是没调够的话 本小姐去找个地方先小睡一会儿 不是 没有蒙蒙 谁 谁跟她调情啊 跟她调酱糊 我都嫌她干板 没水分 你服务员也挺不容易的 你拿她开什么算了 丢身份 对对对 丢身份 听见没有 赶紧上赛去 您稍等 你瞧啊 她 我能看上她吗 她就是一兵马俑 就是一土豹子 不行 众人不能留在冯家赛 我必须得跟我大姐谈谈 谈个屁 两个人吃两千多块钱 怎么没撑死你啊 给我携着 不是姐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小心里啊 那我回家吃饭 是不是还得买饭票啊 家是家 店是店 我这这么多员工都看着呢 他们都是股东 两千多块钱 百分之四十都是别人的 我是带收带缴 你懂不懂 你现在不是挣钱了吗 不是一挣就好几万好几万吗 来 给我结账 姐 这谈钱伤感情 冯小豆 原来你也懂什么叫伤感情啊 你拿着我的店 去开你自己的生意 伤不伤感情 爸病成那样 你疯了心的借钱 都要回来见那女的 伤不伤感情 不是 毛毛刚做完你的孩子 几天你就变心 你伤不伤感情 跟我谈感情 你是打算让我用调柱跟你谈 还有鞋底子你谈 别别别别 姐这 这都是因为爱情啊 爱你个头 不是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姐爱情的力量太强大了 姐你也谈过恋爱 当初咱爸不让你去约会的时候 你也翻过墙头啊 是吧 你不会因为自己 刚长出了两根白头发 你就忘了当初自己唱情歌 唱得比谁都大声了吧 你别跟我谈爱情 你那不叫爱情 叫发情 把账过去了 你让萌萌走 我就给你见 谈条件是吧 不是 姐 我 我就这一个条件 只要你让她走 我什么都答应你 好呀 来给我当主持 不是 曾姐 我算是看出来了 所有你的理想 就是为了破灭我的理想 气死我了 不让我 我告诉你 你再带那女的来一次 我就灭你一次 狗屁爱情 那只是开始而已 那种东西会扩散 今天是沼泽 今天是你们的农场 然后是全世界 这个东西是谁弄的 你妈妈 哎 哎呦 哎呦 你没事了 那个 杨阳 那你先回屋 爸爸 跟妈妈有话要说 好不好 哎 杨阳 大米 你过来 哎 哎 让你整天跟一个 间歇性精神病过日子 委屈你了 这老师太大嘴巴了吧 答应我不说的 转脸就全说出来了 老公我跟你说啊 这样的老师不讲信用 交不出好孩子来 我们退员不去了 你不说退员 我都给杨阳办退员 我都不好意思把杨阳 她送到那个幼儿园去了 哪有这样侮辱自己老公 是什么精神病 还奸歇性的 你都不说我是狂道型的 那不更唬人嘛 还乐 乐得出来 老公 你就没想想 我为什么 会这么不嫌丢人的 撒这种谎 你为了恶心我 为了把这个 辅导员的这个工作 给我搅黄了 然后让我这个 无业的中年人 加入你伟大的 赚钱的行动 但是对不起大米 不好意思 这家黄了 我准备再找一家 我现在就是喜欢这个 薪水低 但是有意义的 幼儿辅导员 教师这个工作 我没发现 我在幼儿辅导领域 我还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为什么呀 你闭嘴顶我说完 我希望培养的孩子 能够身心健康 自尊自爱 内心充满阳光 而不是把人生当成 挣多少钱 住多大的房子 当多大的官 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不给别人添麻烦 让他们知足常乐 快快乐乐的生活 完了 自食其力 不给别人添麻烦 你可以这么教育孩子 但是我们不行 我们是大人 我们有家庭 我们有责任 现在大米多少钱一斤 五块 有机的污染的十块钱起步 我们一家三口 一个月要吃掉三十斤 这三十斤是三百块钱 这只是最基本的口量 加上鱼肉带奶 水电煤气 衣食住行 这些你都算过吗 你天天拉着我说 这个房贷怎么还 房贷怎么还 好 你现在就把我当成 你培训的小孩 孙老师 请你告诉我 面对这么多数字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能够做到 像你所说的 心里充满阳光 知足者常乐 你闭嘴听我说 我没有不知足 我只是想尽我的努力 让我的家人过得好一点 安全一点 健康一点 我没有想过多顺滑的日子 就我身上穿的这几件衣服 都是为了赚钱 为了撑门面才穿的 我不能停下来 你懂吗 我停下来以后 不光是意味着贫穷赤字 那可能是危险 你闭嘴听我说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多人来北京 这么多人来了北京之后 为什么又不断地在往前奔 因为不能停 停下来以后那是危险 没有安全感 你现在当然可以 跟孩子们说 你们要知足常乐 你们不要去抢 不要去奔 可是你想过十年 二十年之后 当他们面对竞争对手 和生活压力 十件事有十件不满意 没有办法解决 事丑无策的时候 他们不得感激 体灵地问候我婆婆啊 你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你现在做的事情 有多功德无量 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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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话说完了 你 你不让别人说话 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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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来了 完了 我看到你的车我就进来看看 没事 你说我这人 是不是真的财迷心窍 是不是真的三观不正 我想尽一切办法 跟我的家人沟通 可是我怎么到 孙永和窦子 都是我最亲的人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挺聪明 我现在才知道我就是一个笨蛋 一个车到车为的笨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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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死了 铁观音 别能喝整年的 照顾陈琳的铁观音 可不是那么简单 又不能照顾得太平凡 你不能放在那不管 要每隔一两年拿出来烘焙一次 每次烘焙的时间 要三十个小时到六十个小时 然后再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好 放在罐子里 只有这样 才能喝到这样四个香俱价的好茶 不然的话 那就一分钱不吃了 那周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是一直都小心烘焙的 我也是一直都尽心尽力的 可是结果 就是你想要看到的 大铃 但是人要协会话没思考啊 你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样 人家才能知道 你为他们的付出 和你的辛苦 我这是 个人的建议啊 是 他是一番顺序的 那是一番顺序的 他那是一番顺序的 你不会看这个 你为什么要站在这儿 我为什么要站在那儿 我本action 我们拒绝了 你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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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等我妈妈这个啊 咱装修款一到手 我就带你去把礼服了 去美国 咱去美国再给生个 给零零生个小弟弟 零零一个都还养货完了 这这话说的 不就是钱吗 怎么会养不起呢 你看你老公现在多扭白 你对我有信心知道吗 这就是咱家的大钱贵啊 一会儿我带你去讨好地转转 没穿高级鞋吧 地方太大怕你走小嘞 知道吗 来来看看 那边看来 这是我的设计图 这是效果图 气氛图 看看 我食材全部选用特辑的贝里扇 墙壁都是意大利米黄 看见没有 这水晶灯 是我专门找人设计定制的 你懂吗 我是利用钻石的反射原理 我让它不光亮 我让它亮的有层次 没有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工啊 最快也得月底了吧 大强说 资质已经办下来了 关键是找工人费时间 你知道吗 你说这么大地方 你不找他个五六十人 他哪弄得过来吗 你就等着收钱吧 当然 这边 这边按这个方法来设计 好 我觉得 你们是 我们是负责这里的设计和装修的 装修 我怎么不认识他们呀 你是不是走错门了呀 我跟你讲 前面这儿还有个楼 知道吗 跟这楼挺像的 我告诉你 这个楼归我 我负责这个楼的装修跟设计 明白吗 嗯 对 对 对 我负责 你 那 twenties 我负责 我负责 好 好 好 老公 你要是真的 很想去当幼教 那你就去吧 大明 你 没事 我就是想通了 强扭的瓜不甜吗 那什么那个 以后下边早的话 我就赶过去帮忙 还有那个 节假日啊 不用不用 你只要带好杨阳就行 你怎么又开始磕头了 昨天风有点大 你看 昨天我还跟你那样说话 我应该知道 你辛苦 那压力大 是吧 是我不好 真的是我不好 我真是不应该 强迫你干你不愿意干的事 对不起 你可别这么说 是我呢 没有尽好这个丈夫的责任 问家庭贡献 你比我大 没有 老公 要不是你这么多年 细心照顾杨阳 我也不可能全心全力地投入在冯家菜 大明 我一直有个疑虑啊 你说这个 周总 你不觉得对你 和那个冯家菜 好得一点过头了吗 你想说什么 你想啊 他那么大一个集团 怎么会好好的 对你那么一个小小的冯家菜馆 就是上心了呢 你说他要没有锁图吧 那不可能 那他为什么呢 钱他比咱多呀 人呢他身边肯定美女如云哪 你我估计他看不上 那他是为了什么 菜谱 对呀 为了菜谱啊 好了好了老公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但是你担心的这些我都想过 虽然我们冯家菜是个小馆子 可是在商场上 拼智商 能赢了你老婆的 没有纪运 你要相信我 那我就放心了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提醒你一下 这是工程相关的 这个 这个事儿 他是有一点这个 写小问题啊 不过问题不大 那个 那那 那你们先忙 咱们回头再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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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房子上了 快到 快到 阿聪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 人家的手续齐全 你的手续 你的合同呢 大强是我哥们 他不可能蒙我吗 这事儿是吧 他蒙我他能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 他帮我垫钱 还帮我办自治 你怎么了 没没没 没事 那个 你放心 那我先送你回去 行不行 再再先给孩子做饭 你放心 这事没事 不会有事的 就算是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也没什么损失 对不对 我好歹还落了一个一级自治 以后我懒活还容易了呢 对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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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你跟我说完 我不着急 我 我是怕你上火 你到那儿跟大前好好说 行 行 行 你放心吧 你懵我的人还没出事呢 走 走 走 大米啊 那个果果最近怎么样 志同去北京了吗 哎呦 我这一打电话吧 他老说信号不好 什么都不跟我说 害得我这几天都没睡好 姑姑 你不用担心 果果现在好得很 嗯 他下乡去调研了 吃得饱 睡得香 哎 这才几天啊 身体也结实了 肤色也健康了 好像个子都涨高了 嘿嘿嘿 涨什么涨啊 都三十了 过几年该抽抽了 让他们早点结婚偏不听 你看看现在 在乡下弄得又黑又壮 更加比不过那个小妖精 好了 姑姑 你别这样 这世界上除了张志同就没有别的男人了 姑姑 我跟你说啊 果果现在叫亲属女 是女孩子最有魅力的阶段 那些不成熟的小丫头 早被她甩出几条街之外了 果果来过几次冯家菜吧 有多少客人都问啊 哎呀 这个小姑娘是谁啊 她有没有对象啊 以前呢 是有张志同在中间挡着 现在好了 水落石出 有多少钻石王老五等着果果去挑了 姑姑 不出半年 我保证果果带一个高富帅回去给你进茶 哎呦 这高富帅那么好找的呀 你就别安慰我了 哎 能找个像大葱那样的 知道疼媳妇就行 就是矮穷丑 我也不嫌弃 姑姑 你这叫自暴自弃你懂不懂啊 果果一辈子不嫁人 也不能再找一个那样的 家里头已经有一个了 我已经很头疼了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姑姑 我得去店里了 嗯 哎 对了 果果让我给你寄了东西 你这两天等着收啊 嗯 知道了 好 那挂了 拜拜 嗯